上期分享了物理粗藻的工具 这期主要分享化学粗藻几个便宜又好找到的东西 以及使用方法 都是家用比较安全且相当便宜消毒药剂 需要注意物耳泉要遮光保存 同时有一定的挥发和刺激性气味 有些人比较敏感 所以我一般在瓶口用注射器搓一个小洞 直接抽取一定量的液体用来消杀 物耳泉进入鱼缸后会很快分解成二氧化碳 所以只要用量得当 不会对鱼虾造成危害 同时也因为物耳是分解成二氧化碳 所以建议刚开灯的时候使用便于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 物耳比重比水大 会很快地沉入水底 建议同时打入一定的气泡让其充分混合 爬地尔珍珠是一种对乌尔泉相当敏感的食物 所以我在这里使用双氧水来处理鱼缸壁角落的蓝绿藻 双氧水比重比水重 顺着钢壁缓慢滴入几毫升双氧水 让其自然滑落到蓝绿藻的位置即可 其一进入水体内就会立即分解成氧气 形成大量的氧气泡 没有任何其他的残留 对鱼虾也没有要大的危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